火蛇張狂的不斷往外竄 火燒得相當猛烈 火勢延燒迅速 陣陣黑色濃烟直竄天際相當驚人 破破趕到的消防隊快動作布水線搶救 過程中還有玻璃等物品被收容不斷的掉落 屬於火燒的狂 整棟四層樓的建物已經陷入火海 消防隊也升起雲滴車灌水 高雄新興區中正路與林森路上知名灰煞店 下午2點多發生火警 消防局在2點52分貨爆派出32車95人到場抢救 而業者接到通知也趕來 看著大火心都涼了 他說今天是電休日 店裡只有2名員工 第一時間都逃出火場 有洋寵物 有洋寵物在裡面 大概有幾隻 三 兩隻應該在籠子裡面有一隻在外面 應該都跑不掉了 三隻比伏至少5000多件吧 業者表示員工指稱當時是從四樓的攝影棚 開始冒煙 拿滅火氣滅火卻滅不了 接著火就燒起來了 消防隊在一小時後就控制了火勢 不過整棟婚紗店可以說已經複值一聚 而這間在高雄已經有17年歷史的婚紗米店 機場火燒掉了一切 初步估計損失約兩億元 預訂了新人攝影還有婚禮要穿的禮服 恐怕也讓業者很傷腦筋 至於起火的原因還有待後續的調查理清 華視新聞處理評曲 文藍許達人高雄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